這個全 product 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頤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么第一位呢 是神经科的这个主任 乌定宇乌医师 宏益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以及医药记者梁慧文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营养师刘依离 郑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艺人杨森达 郑大哥好 大家健康平安 好 非常欢迎四位 我们今天主题是 面子的问题等不得 森达跟名模 若其爱情长跑了八年 那两个人呢 特定选在他们 这个森达生日那一天 登记结婚也很难得 是 八二七 八二七 是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 现在还稍微注迹一下 懂了 懂了 也许会收到蛋糕 谢谢 然后呢 还特地在节目上 补求婚 跟大家分享喜悦 不知后就传出森达 他求婚当天 当下脸部表情不受控 那就医以后 被诊断是颜面神经麻痹 这个森达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是 因为我当天在准备惊喜求婚 所以我当下很多事在做 耳朵戴耳机 练歌 刷牙漱口 然后我没有安排在同一集的通告 前后只差十五分钟 我还要假装这个通告没有我这样 所以心里面有很多事情在跑 然后当下我就赶快刷牙出门 结果刷完牙要漱口的时候就 喷出一条水 在家的时候吗 在家里面 然后我就 我有这么紧张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么紧张 但是当下看镜子啊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没有笑啊 做任何表情 我就是觉得我这么紧张 这样擦擦脸 然后我还记得前一天的时候 我还跟我妈妈碰面 她就是晚上泡茶给我喝 后来泡茶之后我当天晚上 我会觉得我舌头附近满僵的 然后外打电话跟我妈妈说 不对啊 你那个茶的第一泡 你要滤掉嘛 你是不是喝太浓 第一泡是不是没有洗干净 我现在舌头会很僵 这两件事情我都没有觉得 有什么特别 后来一直到当下就是录影 然后那天唱歌 结果意外唱得还蛮好的 那唱得很好之外 就是录影的当下回去看 发现我当天的笑容 都是这半车没有在动 然后我太太觉得我很紧张 然后我一直额头冒汗这样子 然后我就是笑的都变成 有点类似这样子 这样在笑 因为右边不动 是 完全不受控 后来一直到晚上 大概十二点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就说 我说你怎么了 你今天开不开心啊 然后她说你怎么笑成这个样子 我说我笑成什么样子 我们两个面对面的时候 她就发现事情严重了 因为我说你今天开不开心啊 就是这半边完全没有任何表情 然后她就说 你现在脸是正常的吗 我说正常啊 怎么了 我一看镜子 不只是这边会动 这边不会动之外 好像随着病情慢慢加重 这半侧的脸还有越来越低 就是嘴角还开始慢慢往下走 对 她说你这个严重 你现在给我去急诊 然后我说有这么夸张吗 后来一去 然后医师一开始说 怎么大半夜跑来急诊 现在医院都很忙 结果她就说不对喔 你现在脸动一下 然后马上就觉得 我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中风啊 叫我摸一下这个东西 做那个脑部断层直接过去 你不要吓 你太太 她才嫁给你 你就中风了 她一辈子的幸福怎么办啊 她当天才刚求婚耶 对 对啊 而且我们是先登记再求婚 所以我这一步很聪明 就是呼吁各位爱情长跑的朋友 真的不要等到 颜面成衣麻痹的时候 再去说什么要求婚 来不及 那时候对啊 是 那还有耳鸣吗 对 因为我当下我不是在练歌吗 我就把那个耳机这样在这边 然后又是我太太在那边 我又是只能带单边 假装没事这样偷恨 偷偷开很大声 一拿掉觉得耳鸣 不是也很正常嘛 因为一只耳朵戴很久的耳机 所以就是一连串的这个预兆 我都觉得 就运气也不是太好 就都没有去发现这件事 是 说眉毛也不一样 眉毛啊 眉毛就是我以前有一个角色就是 天天 就是模仿邵妻 然后结果后来模仿完 就发现老天也蛮好的 就是我模仿的这一侧还能动 就是这个经典表情还可以做 但是这边就是动不了这样子 你有办法动一边的眉毛而已 就是 停停 找你好苦我停 这样子 好厉害喔 那个 还留一口发给他说 没办法耶 没办法啊 郭医师你会不会啊 就点点 不会啊 但是很玄喔 就是那医师想要检测说 看我的康复状况是什么 他说 森达你耳朵可不可以动 然后我就说耳朵 可以啊... 我跟医师就坐很近 我说可以啊... 他说你动啊 我说动啊... 他说没有啊 你没有在动 我说动了 动了 他说没有没有 你没有在动 发现耳朵有没有动 其实自己感觉不出来 OK 那后来这个太太就 带着你去挂机枕 是 那状况呢 其实我觉得还真的 蛮感谢我太太 因为她当下她都 装的衣服好像没事 她就你赶快去啊什么 她私底下好像在偷哭 就是我才刚跟她说 我要坐你的肩膀 坐你的靠山 下一秒我脸就变了 好像婚前婚后两个人这样 对 那他就是说 你知道吗 你如果中风他想跟你离 外面又不亮起 还会有舆论压力 对 那不想离又没有幸福了 是 你知道吗 没有 我那只是脸不能动 下半身是可以动 你都按 是 那做了什么检查 就是脑部断层 然后还有胸腔X光 然后就是当下就是 先生你躺着 然后大半夜急诊 大家每个人都很严重 所以那个气氛就是 速杀之气跟那种 然后就是躺着就被推进去 然后推的过程中 我就看一下那个 推我的那个医疗人员 他们就是稀松平常 就是每天面对这种生死教官 但是我就很慌 因为看到那个 很少看医院的天花板 然后就卡哒卡哒卡哒 推进去 就觉得健康这个东西 上一秒我还在录影 开开心心 然后我还在练歌 结果三五天突然就被推进去 我会觉得哇塞 健康真的是我们无时无刻要注意 那诊断的结果不会马上出来 你要等待吧 等了快一个小时 那等待的过程里面 你会紧张的这个结果吗 就是还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一场梦 就是我怎么现在躺在这边 然后我现在我三十五岁吧 我是三十五岁没错吧 然后周遭看一下 然后我太太也在旁边 我觉得说 而且我当下我还根本不清楚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 是不是被传染啊 还是什么 我压根没有想过 有可能会终身不会好这件事 有想过中风吗 是没有 没有啊 我就一直觉得说 睡觉睡饱 睡个两三天就没事 对 然后后来就发现 真的越来越严重 那医生诊断的结果是什么事 医生检断的结果 他就是说 那就确定是 贝尔氏颜面神经麻痹 贝尔氏颜面神经麻痹 对 然后我当下就去看 然后我也很乐天 我想说我现在眉毛什么东西 好像动不了了 不然我去买个面具好了 然后我就自己去 买了一个五十九块的面具 然后做了一些手工衣 就是做成了这样的面具 所以有一阵子 我在节目上出现的样子是 是这个样子 就看不出来 这样大家就看不出来 你也没有神经麻痹了 是 然后我就觉得 我真是个天才 然后我还跟医生讲说 我还做了一个面具 这样还蛮帅的这样 然后也有一些粉丝朋友说 圣达你好像戴面具真的比较帅 就是称赞吗 对 我就想这句话 好像话中有话 但是医生跟我讲一句关键说 就是你舌头没有麻痹 基本上你真的算是 那个祖上积德 因为有些人 他颜面神经麻痹的时候 他是会 嘴巴会流口水 舌头讲话会大舌头 然后我才回想说 我后来还去表演唱歌什么东西 真的是神经太大条 对 那请教这个乌医师 什么叫做贝尔式颜面神经麻痹 我知道我觉得生得还不错 他那个 怎么样 人格特质还不错 不会这么恐慌 是 不过大部分的病人 看起来就是个痞子 你没有控发病人 因为大部分病人 他碰到这个情况 因为前一刻可能脸都还非常正常 可能下一刻脸歪掉 其实大部分都很恐慌 那的确也很多人都会怀疑 自己是不是中风 是 那其实颜面神经麻痹 其实他分成叫做中枢型的 颜面神经麻痹 跟周边型的颜面神经麻痹 那我们讲的贝尔是 颜面神经麻痹 就属于周边型 周边型 周边型 对 那怎么样区分 我觉得可以稍微讲一下 因为就像刚才上来讲 就是我们在颜面神经麻痹的时候 当然脸的肌肉表情 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脸有分 上半脸跟下半脸 那如果是周边的神经麻痹 他是上下半脸都不能动 那如果是中枢型的 也就是说是颜面神经的神经 和以上的运动神经受到影响 他就只有下半脸会受到影响 下半脸 对 所以可能中枢型的 就是他额头这部分的肌肉 比如说他皱眉头什么都还可以做 但下半脸的那个嘴巴可能是歪的 可能嘴角是下垂的 对 所以这大部分可以这样做一个区分 不过我还是不鼓励说 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去做这样的判定 因为凡事总有例外 有一些中枢性的问题 也可能会看起来像周边性 周边性的那个颜面神经麻痹 所以如果你自己判断如果错了 那你赶快措施一些治疗的良机 这样子 好 那声达是已经恢复了 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 是 那可是有没有可能说 其实延误就医而造成这个 什么后遗症 等一下继续请教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这个声达在请教就说 你现在去回想 你这个状况不太对 你觉得有多久了 状况不对 我就是耳鸣其实陆陆续续听歌 然后拿掉 然后睡觉的时候听到 单侧 单侧耳朵的那种很明显 像是一台冷气的这种感觉 可能已经三四天 三四天 而且是不间断的 就是无时无刻 但是我那时候就当好 也就是练歌带这耳 然后我想说 是不是好像听歌不太清楚 我就调更大声 更大声一拿掉 它就更严重 这样子 除了耳鸣之外呢 耳鸣之外 刷牙是好几天了吗 而且我刷牙那个东西 我就开始觉得 我的牙刷偏到这一侧 不是有时候嘴巴会辅助一下 把牙刷推回来 就发现推过去之后 就没有再推回来 而且我热爱吃鸡翅 就是那吃鸡翅的时候 吃那骨头 我以前吃很快 一分钟至少可以吃大概八支 后来就是 发现这个 骨头一到这一侧嘴巴 我的那个小骨头就 推不回来 推不回来就卡在那边了 这一块就失去知觉 对 吃鸡翅擦 里面没有作用了 没有作用 是 还有洗澡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突然就是眼睛会超级辣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眼睛没有闭起来 整个那个洗头的泡泡 直接就跑到眼珠里面 然后洗完澡之后 单侧眼珠超红 所以眼睛闭不上 闭不上 但是自己不知道吗 医师在我还闭得上的时候 就这样拍拍我肩膀说 森大 你这个是贝尔式演变神经麻痹 你现在眼睛闭得起来吗 我说可以啊医师 我现在就医还来 你接下来会闭不起来 他很轻描淡写 讲得好像不关他的事 但是他很冷静 他说你接下来会闭不起来 因为他说这个是一个周期 病毒一旦入侵 就没有好得这么快 他说杨先生你是做表演业的吗 你接下来可能要停工一个月 我说这个要一个月 然后他说对啊 一个月如果能康复还是好事 有些人永久 终生不会康复 所以医师这个是病毒感染 还是说因为太累还是怎么样 病毒感染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颜面神经 他穿出炉底 他是经由一个管道 那他经由这个管道穿出炉底 其实基本上那个管道 并不是那么宽敞 那那当然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有些人那个管道比较比较大 管境比较大 有些人管境比较小 那他穿出那个颅底的时候 如果那个地方有些发炎 像刚才宏怡大哥讲的一些病毒感染 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发炎 那个地方会产生肿胀的问题 那肿胀旁边是一个骨头的结构 他是骨骨头形成的一个通道 那肿胀的关系 那个血液就会过不去 所以那个神经 就会产生一个失能的现象 那他失能之后 等到肿胀慢慢消退了 神经慢慢修复了 症状上面又可以回复 不过刚才圣達讲到那些 都是常见的一些症状 其实那个耳鳴倒是有点 有时候不一定是耳鳴 那个耳鳴有时候是对声音 特别的敏感 因为我们圆面神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 他会去调节我们听到声音的大小声 比如说你外面有一个非常响的声音的时候 有一条肌肉要负责把那个耳末把它拉住 让他不会震动太大 不然你的那个内耳会承受不了 所以他是在控制这个声音的大小 那当你这条神经失能的时候 你控制不住那条耳末 那个耳末的震动 所以你会觉得患彻那边特别的吵杂 那我们病毒感染是因为我们太累了 没有抵抗力 所以才病毒感染 还是说正常人即便是很强壮 也会感染 对啦 其实我们我们周遭都是细菌跟病毒 那当然我们人人体 当然有一定的免疫力 不过就像盛大讲 或许那段实验室在忙着这些 安排这些求婚的事情 或许也是真的累了一点 所以抵抗力 或许有一些比较衰退的状况 那当然有些人是离床上面 真的有一些病毒感染的征兆 比如像上呼吸道感染的征兆 那有些人实际上也没有 他可能只是病毒稍微进去 有一点活性 造成了神经的肿胀 就造成了神经的失能了 是 也就是说身体强壮的人也会吗 也会啊 还是会啊 不是 我以为是说什么 他因为他实在是抵抗力太弱了 太累了 其实这个比例是很高 我们正常的人一生里面 大概七十个人就有一个 可能这一辈子里面 会有颜免神经麻痺 七十个人里面有一个 就有一个了 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这样 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 对 而且是 我有些是企业界的老板也会 对啊 对 我刚才宏益大哥讲了 就是说抵抗力当然是一个 第二个有一些慢性病人 当然他可能他得到这个机会 还是会稍微高一点 比如你有高血压 一些慢性疾病 还是免疫系统本身就比较差的 还是比较容易会得到这个疾病 因为我这边比较常看到 我这边接触的病人比较常到 看到是那个癌症术后 就是说癌症病人本身在得癌症之后 治疗好了之后 他本身免疫就比较差 对 那就有机会 有像森大这样的状况 那他们饮食里面其实要 特别注意几个 因为刚刚森大有讲到说 他的嘴巴其实不能够 就是吃那个鸡翅 他会卡在这边 对不对 那我们之前碰过病人 就是说刚刚像那个主任讲到 他水巴会下垂 所以呢他吃那个液体 喝那个液体的汤的时候 他就会流出来 那有时候大家一起吃饭 我们病人有时候在讲 说大家家里面一起吃饭 大家速度都是一样的 可是他在吃东西 他就会变得特别慢 然后他就会紧张 又觉得大家都快吃完了 然后有时候会呛到 所以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不宜就是吃太 就是说变成他要少量多餐的方式 吃一点点一点点 要不然不能像他刚刚这样 全部都是塞在里面 他会不好消化 然后液体的东西也不能太 就变成是液体太多 要变得稠一点 比如说你可能吃粥的时候 你就不能煮得太稀 你就要煮稠一点 然后硬的东西不能吃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像你要啃瓜子啊 坚果啦或是核桃啊这些 他太硬了 其实他是不能吃的 那我们之前碰过的病人 是晚上没办法睡觉 就是说他刚刚是提到说 他眼睛洗澡的时候遮不起来 之前我们有个病人眼睛六十几岁 他是那个癌症好了之后 术后第三年的时候 他得到这个颜面神经失调 他曾经有讲过一个 他说他连续一个月内 他的眼睛啊 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右眼都是睁开的 然后因为会晚上睡觉 睁开你会很干很不舒服 所以后来他就是 他先生就拿那个胶带啊 就是把它 对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要从上面 黏像一条一条 让他比较舒服 就把它盖起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病人 其实生活品质不太好 他们其实很可怜 大概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也很不舒服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也很不舒服 就是其实你也很害怕 走出去面对人群 真的 对 因为平常你都有朋友啊 你朋友看到你那样 你要怎么解释 郑大哥 我分享一个 也是你刚刚问到说 正常人会不会 我们身边就有一个 也是同业 对 他那时候就是 因为他有PO在脸书上 我们才发现他怎么这么严重 因为之前看过他嘛 然后也都很正常 然后他就年纪 大概五十岁左右 一个女性 然后他就说 他那一天其实事情发生 就是他写完稿 打完稿了 准备要休息了 去那个刷牙写眼的时候 看镜子才发现 觉得怪怪的 有一脸没办法做表情 其实颜面神经失调 它影响层面还蛮大的 除了难看之外 你的很多功能会丧失 因为我们颜面神经 就是控制我们的眼睛 控制我们的嘴巴 讲话 吃东西 然后像刚刚森达讲的 他确实 他说后来隔天早上起来 更严重 因为他那个洗面乳 一直跑到眼睛 他眼睛这边没办法动 大家想象一下 半边脸不能动 然后他说除了这个刷牙 然后刷牙之后 水一直流出来 像你一样就用喷的 那这很奇怪了 然后接下来 他说前两个礼拜 简直就是噩梦 因为他吃任何东西 都要用手去帮忙 去把食物推过来 然后还用一只手捏嘴角 不然他汤会一直漏 不然他会把他咬 让他留下来 然后他说真的很像 那个中风的之外 他觉得比小孩在学吃饭 还要艰难 到最后他就是每次吃到 这边就是咬得很痛之外 他就放弃吃了 不想吃了 他那就是好处是说 瘦了好几公斤这样子 但是他说那个对于心理上 你会一直很担心 自己到底会不会好 然后他非常认真 因为当记者了嘛 所以他非常认真 他说那时候除了配合西医之外 他几乎天天都有去做 那个复健 做脸部的复健 然后自己做按摩 一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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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去做针灸 所以其实他也是搞了 大概半个多月以上 才慢慢康复起来这样子 那生长你多久才好 我前前后将近一整个月 就是到最后就符合医师的要求说 耳朵恢复到当初可以动的那个速度 但是现在时不时晚上 你耳朵能动吗 耳朵可以 有 现在可以了 对 康复了 康复了 中间做了什么 我这个一开始就是 医师就说 你的血压有没有问题 像刚刚说 有些是高血压引发 他就说你开始要监测自己的血压 但我血压也是蛮正常 后来他就说 那假如血压要不需要的话 那就是高剂量肋骨唇线压 因为他怕你那个病情 还会再持续恶化 他就是先把他压住 那压完之后他就说 再来就是 你要不要忧郁 心情要开阔 轻松 新婚怎么忧郁呢 但是怎么讲 就是我整天看我太太 强颜欢笑的样子 其实看了会更忧郁 其实病人对脸部 你怎么知道你太太强颜欢笑呢 就是他笑的时候 感觉好像笑得比我还酱 强颜欢笑 是 后来我因为我就是属于乐天派 我不是做了一个面具 后来我就发现 对艺术这个领域做出一些兴趣 就开始就挑战 挑战一些更高难度的面具 然后坐着坐着之后 突然有一天戴着这个面具 就说 这面具做的 我康复了 对 无形间我投入在一些 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 有些人就是我有一些粉丝 他年纪比我更轻 二十几岁 他说圣大哥你是不是也有 也面神经麻痹的问题 他说我也有 怎么办 我好忧郁 我不想碰我朋友 不想碰我家人 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个状态 我就是做自己开心的事 然后继续工作 继续做自己 然后重点是 睡觉变得超正常 然后每天就是吃饭什么东西 就照三餐吃 吃营养均衡 然后睡觉超正常 我觉得正常 现在正常了 超级正常 老婆幸福了 开心 开心 没有影响过下半身同一个 他现在的笑容很自然 自然 对 那个面具可以戴吗 可以 展示一下 这个还没曝光过就 脸就康复了 好厉害 很漂亮 是不是 你很有才华 对啊 那树皮还会掉下来 是 是树叶 我后来有掉 树皮不会 对 对 有意思 这完全是你的发想是吧 是 后来我有一个艺术家朋友 他想要跟我挑战 但我说不用 因为我已经慢慢康复了 是 是 OK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口号 好 乌医师 这个如果说这是病毒所感染的 那比方说这个生达他感染了以后 太太会被他感染吗 每个人有不同的抵抗力 或许他们周遭有同样的病毒和细菌 但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受到感染 当然有这个机会 但是不见得它会发生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 那个颜面神经专出如敌的那个管道 大小也不一样 或许他们同时感染了 但是他太太那个管道比较大 所以神经没有造成什么损伤 所以如果我们家人感染的时候 家人其实不需要回避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不用特别回避 除非他是比较像是那种带状泡疹那一种 那可能就稍微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抵抗力 家里有抵抗力不好的人 像刚才讲的癌症病人 还是太小的小朋友 太弱的 那种就尽量还是不要去接触比较好 那这个颜面神经麻痹 跟中风的症状有不一样吗 通常中风只有颜面神经产生无力的现象 这个是非常的少 除非他的中风范围非常小 刚好只影响到这个脑干的 那个脑神经的那个区域 他才会只有这个问题 不然通常还会合并其他 比如说另外的手脚无力 还是有这个感觉异常等等 所以单纯只有这个 颜面神经麻痹的中风 应该是非常少见 不过当然我刚才有讲过 凡事都有例外 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还是要医师帮你判定说 有没有可能像电脑断层的制作 我想那也是非常重要 你必须要排除掉这些可能性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家人 有一个人像圣娜这样 他刷牙开始有问题了 水流下来了 肌爪已经没办好 这样子我们如何判断 这是中风还是 颜面神经麻痹 对 这个东西应该是留给医师 专业来判断会比较好 所以去就医是最 就医是最好的方法 那其实声达是有一点稍微延迟到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 这是一种神经发炎肿胀 所以高级量的类固醇的使用 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及早使用 你可以让这个发炎反应降到最低 肿胀的情况越来越少 那这个神经的破坏就会少 因为神经破坏一旦多 就会讲到我们刚才的复原的可能性 虽然这个八成五以上九成 都可以完全恢复 但万一你破坏的太厉害 有可能那后面恢复变成 只有部分的恢复 甚至完全不恢复这样子 所以这个治愈率是八九成是吧 八九成是蛮高的 那如果没有治愈的状况是怎样 就是如果是部分的恢复 就是他表情比较大的时候 可能不可怜没事 对不对 因为本来就没什么动作 但是他尤其是喜气远远 如果说需要做很多表情 那就一定会有影响到 如果有发现症状的时候 就不要拖 那一般来讲在前面的话 你像我刚刚讲我那个朋友 他们有西医有中医 因为现在还会合并 针灸治疗的部分效果是很好 所以如果你是有拖 我相信森达的事情 可能他年轻 所以他恢复的状况非常好 那大部分都是在大概半年之内 是会慢慢恢复 但是当然就是像医生讲 就是说每个人体质 或是他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有些他可能 不会到完全好 对 森达平常是一个重视 营养 运动的人吗 睡眠的人吗 我很重视 因为我三餐都自己煮 然后我都尽量吃原食材的东西 然后一天要吃三餐 所以那时候突然生病 我是完全状况外 然后去医师那边他就说 你是不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人 我说压力 我不觉得这个是什么压力 但后来发现 我不觉得压力的那些东西 反而造成我晚上睡前会响梗 会滑手机 会去想东想西 什么东西好玩什么 但这些东西其实是影响到我睡眠 然后他说那根本跟我的那个吃饭 什么东西毫无相关 然后我准时躺在那边 也不代表我有正确的休息跟睡眠 他说这个才是我免疫系统 直接挂掉的原因 所以跟我外型帅不帅什么 这没有什么任何关系 他刚才不要骂我 真的有时候真的要看看 明天这样的收视率到底 对后来他就讲说 其实正确的睡觉才是最重要的 充电要充进去不要假冲 所以你有时候 因为你作为一个演员 然后你会想创意 那你这样躺在床上 有时候会想多久 有时候想一想不自觉 可能会到一两点 几点躺上去 可能十二点就躺了 在那边躺一两个小时 对就是我觉得半梦半醒间 然后有时候想到一些好笑的 还会笑一笑 然后起来又想不清楚 刚刚到底具体想了什么 然后就讲说既然想到现在 起来小个遍吧 就是陆陆续续好像忙东忙西 又忙了不少事情 对又搞到两点才睡 对差不多就两点 然后两点之后一下又到隔天 然后睡觉也不会说 深层睡眠多久这样子 其实我们真正就是说 到凌晨两点去睡的时候 那个有时候会反而睡不着 因为你已经过了 那个睡眠时间了 那以理刚刚这个生达有说 他其实吃得蛮重视养生 这个很重视营养 那可是有一些人好像 就是专注就是吃这些 代表营养是不是 其实刚刚听生达来讲 他算是年轻人代表里面 如果照他说的 他算是吃得 算吃得很好了啦 但是现在有一派就是 他们会觉得说平常饮食 好像都自己煮 然后吃得很健康 很营养这样子 那我们在做这个饮食的回顾里面 我们开始会问他 说说你前一天吃什么 你在大前天吃什么 就你会发现 他三天内吃的东西都一模一样 然后都是原型食物 然后都很健康 可是重点是都一样 比如说早上他就固定 燕麦配豆浆加一个水煮蛋 然后中午呢 可能就是吃前天 那个晚上剩下的 水煮蛋加燕麦 就是你会发现说 中午也是吃鱼喔 可是前天的鱼 然后可能加点青菜 然后吃个糙米饭 听起来都很健康 那晚上呢 也是吃的都是 都是自己煮的 可是我要强调就是说 我们在讲营养均衡 不见得是说一定都是 要吃一样的东西 这个叫营养均衡 而是我们要从不同的种类里面 去做替换 那偶尔你也可以开心的去外食 所以刚刚提到就是说 他这种病有可能 也跟压力有关嘛 那如果你把自己弄得太紧张 或者是你的饮食的内容物 都一样的话 那个不叫健康 那个其实有点像是饮食偏颇 那个叫营养失调 所以要跟大家讲说 跟观众讲说 你不要每天都是一样的东西 我发现现在这几年 我们在做卫教的时候 我们常会碰到这一派的人 那他也会有一些慢性病产生 然后也会有一些 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出来 像之前 所以也没有总和元素 对 他病人说他都固定 之前我碰过一个病人 他很可爱 他是一个就是他来减重 然后做运动这样子 然后他觉得说 我要开始改变我的饮食 然后他就听到网络上 很多营养专家或医生讲说 要吃鱼 所以他就定了一个月 一整箱的三十条的那个 每天一条 对 他就可以每天晚上 鲜鱼 对 鲜鱼 他每天晚上都可以吃鲜鱼 然后中午他就固定吃什么 反正就是海鲜类的 他就定一箱一箱嘛 那你一箱一箱 你总是要把它消耗完毕 所以他中午晚上都吃一模一样的东西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说 其实他整个人就是 感觉就是精神不是很好 然后呢 所有的数据也都没有下来 然后他一直很纳闷 为什么 因为我每天都是一样那么健康的东西 所以这个叫营养失调 对 那之前我也看过那个 他应该要吃其他的鱼 或者其他的肉 其实应该换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吃青鱼 你明明可能吃鲑鱼 或秋刀鱼 然后可能隔几天 你再换回来青鱼 所以健康的东西 不要一直这样吃下去 其实会营养不均衡 青菜也要多吃各种青菜 各种种类的 而且不是只有绿色的青菜 只要叫青菜 比如说可能甜甜的玉米笋 番茄 或是说那种海带 像你在外食 你可以常常点到海带 这种都是青菜啊 对 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些 偏颇的这些健康观念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刚刚讲到这个睡眠 我请教一下吴医师 睡多少才是真正睡眠品质 睡到什么才叫有睡眠品质 对 其实我们现在的建议 还是建议 就成年人应该尽量 还是要睡到八个小时 慧文 几点睡到几点 我大概七个小时 不到八 因为小孩都是十一点 我就十一点跟着睡 可是我中间因为要换床 所以我又会醒来 为什么要换床 因为就是一开始 要回去跟老公睡 对 就是对 当妈妈就这样 好甜蜜 然后呢 是老公来找你 还是你去找老公 没有 他通常都已经睡翻了 但因为我就很挤啊 我就睡得不好 所以我一定要换床 那到早上他们要上课 其实我也差不多六点出头 就起来了 那我本来就是睡眠品质 没有很好的人 所以虽然有七个小时 但我猜也是休息度不太够 这样子 那你呢 我通常上班的时间 我大概都十一点半就睡了 十一点半就睡了 对 就要睡了 对 就大部分 我入睡时间其实还蛮快 大概十几分钟都入睡了 但我因为我很早起 我大概六点半以前我就会起来 对 因为我七点半我就要到医院 所以我六点半以前我就会起床 所以平均睡眠大概七个小时 可是我有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 是我假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假日都睡到十二点才起来 几点睡到几点 我大概假日大概会过十二点睡 大概一点 十一点半去睡吗 没有 假日大概都是过十二点以后 就大概一点一点多 可是我会一路睡到隔天的十二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睡十一小时 你这叫还债 叫还睡眠债 可是我平常就是七个小时 然后我想说 奇怪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只要假日 几乎早上我都起不来 对 所以 很不错 假日把它补过来 我觉得我是年轻人耶 因为我这个年纪的同学 每个人都是早上就是 大概五六点就起床 How old are you 对 然后每次他们传讯息 秘密 秘密 不能回答 不是 我同学 我同学每次在训 那个假日在传讯 在传讯息 都传到中午十二点起来 我才看到 我就说我才刚起床 然后他们就说 你是年轻人才可以睡那么久 但是其实有 你如果像我们那个小孩 尤其假日都起得特别早那种 想睡 没得睡 真的 小孩子 很奇怪啊 他平日他可以叫不起来 平日叫不起来 对 然后假日就给你 六七点就起来 因为假日比较少 好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乌医师 你强调睡眠的重要 你自己的睡眠怎么样 这一点我倒是比较罕严 因为我现在小朋友比较小 其实我去接他们回来 然后他安清班的功课 再帮他看一下 可能英文再复习一下 其实通常就搞到很晚 那我然后搞完以后 你知道现在父母亲就这样 小孩子忙完上船 自己想要放松一下 所以看个电视 滑个手机 不知不觉就一点了 那我们起来的时间要六点多 所以其实我现在睡觉时间 真的是有点不太够 有时候再准备一下 隔天的会议什么的 真的会不太够 所以我也会像刚才讲的 就是缓一点睡眠债 对 但是我觉得我的确年纪 或许有一点 虽然我比鸿怡大哥还要年轻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睡到十二点 我大概顶多睡到八点 你就算有时间让我睡 我也睡不着 所以你平常大概只睡五小时 对 大概只有五个多小时 那可是你要应付一整天的工作 对啊 通常隔天要看诊 看诊都看到两三点 都是这样 所以的确有一点过劳 我觉得 医生这个工作本来就是 很辛苦 那其实颜面神经失调 不只是这个大人 小孩也会 听说 对 之前有一个案例 我相信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也许有听过 以前我们讲颜面神经失调 有一个台语的说法 叫鬼吹风 有吗 有听过吗 有这个吗 我也听过 有 那他就是之前有一个小朋友 他是大概八岁左右 然后他本身因为就是 有异味性皮肤炎 所以就是比较怕热 然后他的爸爸妈妈就想说 那你晚上睡觉 这样子吹冷气不太好 又怕他会感冒这样 所以后来是选择用那个 电风扇给他吹 可是用电风扇吹来讲的话 其实如果你吹身体的部分 还没关系 他是给他直接吹头 吹到脸的部分 那他就是一个晚上起来 第二天马上就颜面神经 就麻痹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有一些医师 他们就会特别提醒就是说 当然也不只像 我们现在是因为季节交替 就是秋冬一般来讲 病毒比较就是活跃嘛 然后在秋冬的这个 颜面神经失调的病人会比较多 但是夏天也是会 因为夏天很多人就是 吹电风扇的使用方式不太对 或者是他说也有看过那种就是 因为天气热 然后一上车马上 冷气 开大缸的 往脸这样冲 其实他觉得那样都很不好 应该是说 因为你有时候不知道 自己身体的状况 像这个妹妹 她本身因为过敏体质 所以她比较 听说就是平常也是 有同学生病 她就会很容易生病 就是体质上 可能也比较弱一点 所以她就是建议说 如果你要用选择 电风扇吹的话 最好比方说用反弹风 这样子 不要直接对着脸吹 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现代人有一些就是 生病我觉得是压力引起的 我觉得压力真的是一个杀手 那这个伊礼这边说压力是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你看过一个平时在家带孙子的妇人 对 她用脚痛来表现 对这个是 其实这个病人是我朋友的妈妈 那这个她来我们医院看诊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她是说 她妈妈的右半部的就是腰跟脚都会痛 然后因为她妈妈就是之前是出过车祸 然后是左半部出车祸 可是因为左半部出车祸之后 她妈妈就习惯 比较偏右边去使用它 所以常常右脚会觉得比较酸痛这样 反而是右脚 然后她那一天 那一天已经晚上了 她打电话给我 她说我妈妈右边这个腰跟脚都好痛 是不是什么救急复发 是不是应该要看骨科 因为晚上我只能跟她讲说 那你要不要从我们医院急诊进去 先急诊住院然后检查看看什么原因这样 然后因为她描述的都是腰啊 脚啊这样不舒服 我想说那应该是请我们骨科医师 隔天再看骨科或者是不健科这样子 然后就收住院了 因为其实通道已经都不太能走路这样 然后就收住院 就住院之后呢 大概第二天早上吧 我就他们也都没有打扰我 我就关心一下她说 你妈妈有比较好了吗 她就说后来不是骨科耶 是皮肤科医师耶 带状泡子 对 然后后来就发现她妈妈 就是陆陆续续喔 就是这遭到急诊之后 从脚一路痛到脸耶 她就说头痛到不行 然后呢慢慢慢慢就是 嘴巴跟脸也是开始出现 就是嘴巴掉下来 然后脸眼睛也开始怪 就是掉下来这样子 然后骨科医师说 这个不是骨科的问题了 后来就转到那个就是皮肤 我们是皮肤科医师接手这样子 才发现说原来它是带状泡疹 引起的这个 就是这个颜面神经有问题 可是她是整个腰也长了 破一抓 然后脚也很痛这样子 那后来一问之下就是说 她妈妈平常其实身体也蛮健康的 可是她一个人带四个孙子 就是这样 对 可是因为她妈妈生两个嘛 然后这两个小孩 都各生了两个孙子 然后他们都要工作 然后他们就是给阿嬷带就对 可是因为阿嬷嘴巴都说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来 因为我很喜欢孙子 对 然后因为他们家是单亲 所以就是阿嬷带四个白天都这样 这样子弄 然后就久而久之可能 我觉得阿嬷没有放松的机会 然后又 因为你不要带小孩 其实也是蛮累的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导致她就是免疫失调 然后压力 她说后来压力 都压起来这样子 然后那个痛其实是非常痛 她有恢复吗 有 因为她就算很严重 你看她脚也有 脚也有 到脸上也没神经 其实她的感染范围非常大 对 然后后来她还有就是 包括做腹腱嘛 因为脸部其实都掉下来 所以她那时候搞了半年 她的脸才好 所以我刚刚听到森达说 她一个月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有差 因为像这样的病人 其实医生都会跟她讲说 你这个可能要半年到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一点 她会说到半年到一年 那也不见得百分之百恢复 医生有时候就会讲说 是可能只有九成这样子 如果你没有好好休息的话 所以其实这个 我觉得这个蛮严重的 这个是大人要出事 太累了 那这个声达你在演艺圈 也会感受到压力吗 感受到压力 我觉得一路上都还算蛮幸运 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后来我脸就瘫掉 发现这个其实是有压力的 就是我觉得这只是表演的一部分 但是我那时候想 这就是工作嘛 大家谁没有工作 然后医师也问我说 你会不会睡前滑手机 我说谁不会睡前滑手机 所以后来发现 我好像真的是 真的是草莓族 就是没有办法抗压 然后我自己脸瘫掉这个东西 但有一件事情我想讲 就是有一些粉丝就开始留言说 SNA你是不是一个月左右恢复 我怎么两个月了 三个月还没有起色 然后他们的留言就开始很忧郁 说我都不想出门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说 其实好像真的不要听信说 有些人十天好十五天好 你去跟人家去比快 然后他们心里面就负担压力很大 就说我怎么会两个月还没有康复 这个反而是让你自己 更多的压力 对 更多的压力 就没有必要 你就是让自己早一早起 心情轻松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这个粉丝或观众的留言 你会在乎吗 会有人骂你或攻击你吗 其实都还好 都还好 一开始模仿张学友 我是真的蛮怕 蛮怕他的始终歌迷 你会说你哪根冲 你像张学友 但后来发现 台湾的粉丝包容力算是大的 然后我后来戴面具上节目 大家也都蛮OK 所以我觉得环境都很友善 那重点是真的不要给自己 太多心理压力 如果生病的朋友或什么 你就日常生活 然后一样朋友聚餐照样去 笑多了或什么东西 勉强稍微牵动 都是一种附件 也许你模仿张学友 他们不觉得你模仿张学友 所以他们对你 你干嘛你还制造压力 不然你模仿看看 像不像 很像耶 谢谢 我好奇学友歌唱歌脸表情 会这样吗 好像没有这么严重 他本身好像还更夸张一点 好真的吗 但是他应该不会在 完全没有echo 他也没有配乐的情况下干唱 他们对你真的是 不会批评了 因为你比张学友 他唱得还好 不敢 谢谢 谢谢 好 那这个以理这边 还有一个例子是 三十几岁的朋友 身材也好 长相也出众 然后没有想到在中国工作 发生什么事 不是 他是我一个 之前一个很好朋友的女朋友 就是那个我很好朋友是男生 然后他是他的女朋友 然后这个女朋友呢 他本身是那个模特 就是年轻的时候 二十几岁的时候 是那种就是经纪公司 想要签下来的那种模特 然后身材很好很漂亮 可是他认识我朋友之后呢 我朋友就跟他讲说 你不用那么辛苦 不用工作了 就是我养你就好了 但他们两个也没结婚 就是男女朋友 然后呢 我朋友就想说 要赚更多的钱 我那个朋友是男生嘛 想要赚更多的钱 他就到对岸去工作 然后到对岸工作之后呢 就陷入了对岸的这个就是 你知道 温柔乡 对 就温柔乡 然后就在那边交了女朋友 然后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也不敢跟他女朋友讲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他女朋友就发现了 那我相信这个女生 可能压力很大 因为他年纪轻轻 就没有工作了 就是因为那男生承诺 他要帮他负担这些钱啊 什么的 不然他以前其实是有 除了模特之外 他还有演过戏 其实他那时候 就幸运蛮好的 但是后来就没有工作 就一直在家里 然后变成他在家里的时候 朋友也少 也很少出去跟朋友互动 因为他朋友都是 已经都是明星了 所以他觉得他自己 可能在这一行已经脱离了 然后就有一次 他就打电话给我 就那女生就打电话 给我说 他的脸就是 早上起来的时候 他照镜子 他脸歪掉 他就直接说脸歪掉这样子 然后他就后来 我们就赶快帮他就是找医生 一样就看神经内科 看看是不是赶快做治疗 因为毕竟那有黄金期 可是他治疗伴随着 我们那时候还有跟他讲说 那时候就是 还有伴随着中医的针灸 后来我们也不好意思问他说 你就是是不是饮食不正常 还是你熬夜什么没有 后来他自己讲的 其实半年之后 他有持续在做治疗 因为小女生嘛 总是很爱漂亮 所以他有持续去治疗 然后他中间有讲 他说他知道他男朋友在对岸 就是有交女朋友 所以他其实那前面那段时间 有将近快一年的时间 他其实心情都很不好 然后很欲足这样子 然后他也是吃素 他有一个饮食特征 就是他吃全素 那吃全素的人 其实很容易有 维生素B12的缺乏 那维生素B12的缺乏 跟免疫力有关 所以如果你是吃全素的朋友的话 其实我们会建议 因为你不能吃肉 你不能吃蛋 奶这些不行 那反而我们会建议 就是像海带 紫菜这些 这些里面有微量的B12 那你可以做一个补充 或甚至有一些 保健食品有B12 也可以做补充 就针对吃素的朋友 可以做这样的建议 那他后来没有好 他后来没有好 没有好 他后来就是 其实我们都不敢跟他讲 就是他大概好九成 因为他其实在家里面 因为他有讲 他心情其实不是很愉快 然后就在家里 然后他发现 他自己脸歪掉的时候 他也在那段时间 大概有脱了 大概快一个月 他不敢出门 不敢就义 他跟我讲的时候 其实脸已经歪掉了 所以其实他 在做后面半年的治疗之后 他看起来 微笑起来 还是有一点歪 有啦 你如果九成 会感受得到 对 然后我们 大家出去聚会 他还是有问我们说 他有没有歪掉 但我们还是会跟他讲说 你其实已经好了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婚告 好 谢谢大家 我觉得人活着大概都会有一些压力 再怎么样的人都会有一些压力 钱太多 因為錢太多所以有壓力 對不對 因為你要想著我錢要怎麼管理 把它守住 可是我覺得有壓力不是壞事 可是壓力不能太大 壓力太大就是健康的殺手 吳醫師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你要紓解壓力 這個很容易啦 講得很容易 第一個我們應該怎麼樣 評估自己是不是壓力太大 對啊 因為壓力 畢竟它不像血壓 就用個機器量一下 你這壓力是多少 一百三 一百四 它沒有這樣的一個測量 的確沒有這樣的一個測量方法 所以其實它 要透過一些觀察 那其實壓力大量會 容易出現幾個重量 我覺得大家可以稍微思考看看 第一個就覺得肩頸僵硬 它會覺得這個地方 就是不鬆的感覺 因為它 肩頸僵硬 可能就隨時準備要戰鬥 所以其實那個交感聲音非常強 所以它那個肩頸那邊的肌肉 自然會變得比較緊繃 對 這第一個 第二個也容易倒汗 也是因為交感過強的關係 它會容易倒汗 然後手心會濕 也不一定 它白天也有可能會這樣 對 然後再來就是容易心悸 會容易心悸 對 然後再來有些人是在脾氣上面 其實會有改變 它會變得容易生氣 易怒 然後容易看事情都看負面的那一邊 因為它把一些壓力轉化到 變成一個出口 它對別人去發脾氣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真的出現這些問題 那也會合併一些睡眠上面的問題 通常它就沒辦法 睡就睡不好 沒辦法睡得很深 對 它通常就是 雖然它可能睡七八個小時 但裡面深度的睡眠可能會減少很多 那這是惡性的 因為我們人在睡眠的時候 前半段是深度睡眠 後半段是我們叫快速動員期 那快速動員期 對我們的情緒的調節非常重要 當它睡得不好的時候 其實這個快速動員期如果不夠 其實它情緒會容易變得更差 所以這個大家要非常注意 如果你睡眠也變得不好 然後有剛才講的那些 身體上面的表徵 你真的要強烈懷疑你的壓力過大 應該要趕快做一些這個 調壓的動作 有道理 對 我以前啊 以前大家比較年輕 四十歲左右 那時候可能體力還不錯 所以我有四個節目 四個節目 那有一些是 有一些節目是每天帶狀 然後又兩小時的 有一些像我們娃娃是一個半 四個節目 然後還有廣播 還有另外一個電視 四個節目 然後呢 我又很貪心 因為覺得 實在太迷高爾夫球了 早上先去打高爾夫球 這樣子 差不多五點 那夏天嘛 夏天五點可以開球了 打完之後回來 哇 這個十點或十一點錄影 可是呢 老實講打完球回來 是滿累的 然後我就是要錄影了嘛 可是我都叫我們製作人說 不要來還我 不要來還我喔 小睡一下是不是 對 我小睡一下 那個中間的空檔才十分鐘 我就趴了一下 結果製作人 因為大家都在等你嘛 叩叩叩 就大哥 錄影囉 我說好 再五分鐘 再五分鐘 五分鐘後再叩叩叩 這不行 這不行啦 大家都在等你 我說你夠了沒 生氣 生氣了 非常不高興的去錄影 所以我的意思是 當你把自己搞得壓力很大的時候 確實情緒是會失控 真的是對製作人不起啊 那你自己都怎麼調節你的壓力 我自己是安排一些休閒活動 像我自己滿喜歡錄影的 所以我會自己跑到野外去錄影 對 那當然就是帶著小朋友 一起去放鬆啦 因為現在小朋友其實 小朋友壓力也很大 他們現在的課業壓力 多大了你小朋友 現在小學 小學壓力 課業壓力很大 就已經很大了 對 因為他們現在 我覺得他們現在會的東西 我大概是國中才會 以前啦 我覺得這已經有一些年代上的差異 所以他們需要的學習的東西 比我們那時候多太多了 對 那我也會帶著他們 一起去放鬆一下這樣 那這是我放鬆的方法 真的 你都怎麼放鬆 我怎麼放鬆 我就是看著一些景色 聽海浪的聲音 就是結合自然 完全不碰任何電視 媒體 手機 我甚至有時候出去 我不帶手機 就是在一個安靜的地方 然後吹吹風啊 然後看看樹啊 聽聽鳥叫這樣 伊犁呢 你都怎麼放鬆 之前疫情還沒有來的時候 我大概會一年 至少會安排 就是兩個禮拜多 到國外去自助旅行 就等於是說放鬆 到沒有人認識的地方 然後去看看外面的這種 就是去旅遊這樣 那因為現在疫情 就沒有辦法出國 那我最近迷上就是跑步 我這幾年有跑馬上 所以我自己會練習 所以有時候壓力太大 或是真的太 就是太煩躁的時候 晚上我會跑晚上 我會去那個河濱公園跑步 河濱公園 河濱公園那邊大概跑 大概有時候會跑個 大概四五公里而已 但是就是跑步的時候 你會放空 然後你跑完之後 心情會變得比較愉快 因為運動確實會讓你的 那個體內的這個色胺酸 這個血清素會增加 回來之後好像 看什麼都比較順眼這樣子 對 我每次要去跑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跑個五到八公里 剛開始要去跑的時候 就覺得好累 對 腳步沉重 可是我跑到六七公里的時候 會覺得說好輕鬆 想要再多跑一點 那時候沒有什麼負擔了 對 而且你會沒有跑 你大概兩三天沒跑 你會覺得怪怪的 你會覺得哪裡好像不太對勁 應該要去至少要去動一下 這樣子 是 慧文這邊是有一個 顏面神經麻痺 你說要非常注意 因為有一個七十五歲的男生 對 就是我們顏面神經麻痺 是一個症狀 那它當然可能就是 你的顏面神經失調 造成的問題 但是也要去注意就是說 如果你一直都沒有好 要懷疑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那像這一位七十五歲的伯伯 他就是這樣子 他大概是在去年底的時候 也就是大概這個季節的時候 他就開始出現有這個 就發現他的這個吃東西 從右嘴角會流出來這樣子 那家人也覺得很奇怪 那當下是有去就醫 可是因為醫生在診斷上 就一直判斷說 你就是顏面神經失調 所以一直往這個方向去處理 然後也做積極配合復健 什麼什麼的 但沒想到呢 大概搞了八個月之後 還是沒有好 沒有好轉 然後他就只好就是 又另外轉診去顏皮猴科看 是這個時候才發現說 其實他的顏面神經失調 是因為腫瘤來的 那他的腫瘤比較特別 他是長在那個 我們說的下汗線 就是下巴這邊裡面 他是一個就是跟我們唾液分泌 有關係的一個線體 長在那邊 而且因為不夠大 就是大概只有2.5公分 所以他外側也摸不到 就是你從外觀是看不出來的 那但是就是因為 他是這個腫瘤 去壓迫到的關係 所以才導致他顏面神經失調 那所以就是他們會提醒就是說 而且像這個伯伯 他運氣很不好 他的這個腫瘤 因為這個地方長 他是還滿惡性的 他雖然小顆 可是他就整個擴出去了 所以他已經第四期了 所以到後來他連開 倒也沒辦法處理 就是他只能做一些 就是化療 放療這樣子 來處理他 那另外想要分享是 也是一個 因為癌症引起的顏面神經失調 所以他得到的是癌症 對 四期了 對 是腫瘤所導致的 那我們其實臉部 也是會有一些地方長腫瘤 比方說我現在講的 這個案例他是五十六歲的女性 他長的位置 稍微上面一點點 在我們講的那個 抵桃皮的地方 就是腮腺的地方 然後他雖然也是一開始就不舒服 有發現症狀 那其實他前後治療兩年 都沒有好 那一直到他發現 他的誘餌會疼痛 不對勁了 進一步去追查才發現說 這邊下面就是腮腺的地方 也是長了一顆 三點五公分大的腫瘤 那通常腮腺腺的腫瘤 大部分是良性的 他也是運氣不是很好 他的這一顆後來穿刺出來 診斷是惡性的 然後而且他因為他已經就是 整個侵犯到 他的顏面神經被壓太久了 所以即便他的這個腫瘤 也被處理 可是他的那個顏面神經 就是最後這邊整個都被拿掉 右邊臉的全部拿掉 只剩下左邊 所以他沒辦法恢復這一邊 那這邊拿掉 要用什麼補啊 沒有 他就是 不會影響到他拓現的分泌 可是像他的這個嘴角控制啊 這些就是沒有辦法恢復 你說那叫什麼腮腺 腮腺的癌症 這很少見喔 對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口告 吳醫師 這個剛剛惠文講的這個下寒腺癌 還有一個是腮腺癌 這很罕見喔 對啊 其實這些是頭頸部的癌症 那其實就像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的確 顏面神經麻痺它是一個症狀 沒有錯 所以你其他的疾病 當然也可能會引起 這樣的一個症狀 只是說我覺得 在醫師的判斷上面就是要注意 就是說 他如果超過了一個 顏面神經的症狀 你就要很小心 他有影響到 因為剛才有講到嘛 譬如他聲音撒哑 顏面神經麻痺的人 他不會聲音撒哑 不會 所以他這等於 顏面神經麻痺 不會聲音撒哑 就是那個伯伯的個案 他就是後來會發現 是因為他吞咽困難 還有身帶受影響 才知道說 才轉一個方向說 是不是癌症 了解 因為保證別的神經有受 別的腦神經有受到影響 他已經超過了顏面神經的範疇 所以通常多發性的腦神經 不管是兩條 還是兩條以上的 其實你就要非常 要強烈懷疑是真的有 長腫瘤的可能性 那再來就是他的復原 其實他的復原也是不好的 那復原不好 當然我們說 絕大多數的顏面神經 他會回復 但是對這種復原不好的人 萬一他又出現別的症狀 那你真的要非常小心 那可能有一個疾病 正在進行當中的樣子 今年據說有可能是 另外一個反聖陰年 聖陰就是讓地球溫度升高 暖化 可是反聖陰就是 冬天的時候 今年可能特別冷 有這樣的說法嗎 有聽過 就是最近大家一直在講 我們也是很緊張 因為小孩子真的很難照顧 就是天氣冷 那不過我們回到剛剛主題 台灣有一年還記不記得下雪 對 我住在新店的山上 下雪耶 草地有一半是死掉了 對啊 所以大家都 你不曉得喔 你不曉得嗎 我知道 現在冬天的衣服 我就已經拿出來 穿BANBAN這樣子 對 那回到我們剛剛的主題 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可能高齡的朋友 也許長輩比較容易 因為他抵抗力 本身就比較不好 但是其實臨床上 我們之前採訪醫師 有特別強調 三四十歲 或者是更年輕的族群 也很容易 有這個顏面神經失調 為什麼 他們都喜歡熬夜 然後運動不夠 然後像他們有發現就是說 像年底的時候 也是一個高發的這個 的期間 除了這個季節變化之外 因為年底 有一些學生要考試 或者是有一些要結算 公司要結算 這種壓力都很大 然後他們也常見 比方說有年輕人是去網咖 幾天熬夜之後 臉就垮掉了 臉就攤掉了 然後也有那個十幾歲 最年輕看過十幾歲的小朋友 就是因為準備考試 壓力太大 臉整個就攤掉 也有 壓力 對 所以還是要小心 聖長我請教你 你剛剛這個模仿 張學勇很像 謝謝 那你模仿他這樣要練多久 練多久 其實無時無刻都在練 就是抖音 回TES 一二三 四五六 我是學勇 Yeah 就是 從講話的共鳴 然後開始慢慢發展到唱歌 但是也不敢說像不像 就是因為 那就是一個活教材 就是一輩子聽他的歌 你就希望可以往他的路走 那像不像就是看聽眾朋友 還有大家包容 對 包容 謝謝 那你還模仿過誰 郭富城 對啊 我說富城 一二三 四五六 就是一點點這種 有趣的俏皮 他叫我成龍 成龍 成龍真的有這樣 對 我說成龍 我不吸煙 成加班 還在加班 沒有啦 就是 我就是這種小梗 常生活小趣味 這樣像嗎 還滿像的啊 成龍 這樣我會 如果我還沒結婚 我會考慮嫁給你 沒有 真的假的 天都滿歡樂的 謝謝 感謝 你有表演過 給老婆看嗎 有 她是我的鐵粉 對啊 一定是 老婆還是個鋼琴老師 而且她越來越風趣 就是我開始在做面具或什麼 她說那個我買個墨鏡給你 她就送了我這個 送了這副墨鏡給我 我說這個墨鏡 這個挑給我有什麼含義嗎 她說你除了可以遮一下 臉部這個 她重點是後面垂了兩個草莓 她就說 你就是一個受不了 下面有兩罐的草莓 我覺得太太也是很幽默 對 很開心 那太太是個模特兒 在飲食上是不是非常克制 其實我之所以後來瘦下來 是因為 因為她年紀也跟我差不多 大概三十多 也開始面臨那個 卵脂的品質 還有什麼 要去動卵這個問題 所以她就很注重她的飲食 對 那後來她就開始介紹一些 她去學營養學啊 什麼原食材啊什麼的 她就接觸了很多 後來就發現 我幫她煮菜 煮一煮 我就瘦了快十公斤 為什麼 就是一樣嘛 少油 少鹽 然後均衡什麼 就肉要看得到肉 不要攪肉 然後不吃精緻澱粉 不吃麵包 然後只吃白米啊 或者地瓜 芋頭 然後吃綠色蔬菜 還要塊狀食物 塊狀食物包含什麼 什麼花椰菜啊 白花椰 綠花椰 番茄 然後什麼玉米筍 什麼五花椰 然後各式各樣的綠色蔬菜 就是吃得非常講究 然後我們家冰箱打開 有點像生鮮超市的那種感覺 欸 這麼健康的年輕人 很少見喔 她大概有八十分了 你去考營養學大概也有八十分了 她就是說她的熊 因為她們還有一點點 先天上那個地中海形平血 所以她就對這方面非常講究 然後我是幫她做菜 做到後來之後 發現我健康均衡飲食 結果還發生顏面神經麻痺 所以我就知道身體健康 跟心理健康 這個兩個東西 都不可或缺 竟然是不同的路線 不可能單坐某一邊 某一邊掛掉可以不顧這樣子 我就三十五歲發現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 身體真的滿玄妙的 同意大哥 我今天錄這一集 我發現說 真的它是燃燒自己 照亮別人 你看它自己壓力大 但是它創造那麼多餘熱 讓我們今天講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紓壓耶 對醫學的功勸 真的是非常地大 是 可是他自己不感受到 那是壓力 他就覺得那是在 發揮這個讓自己的 這個鎖腸 有個表現這樣 每天煮菜很累耶 對 每天煮三餐 你滿厲害的 一開始我不妥協 我就說我要吃美式食物 我要吃熱狗什麼 後來發現一天要煮六餐 我真的燃燒掉 走 一天煮六餐 後來我就妥協就照鏡看 為什麼一天煮六餐啊 他的三餐健康餐 我的三餐垃圾餐 就是煮完他的 煮我自己的 對 後來發現不行 我就照他 結果突然 整個身形也帥了 回吹 瘦十公斤耶 對 快十公斤 多久的時間 大概四五個月 那很正常啊 五個月就瘦十公斤啊 那是滿健康瘦的 滿健康瘦的 健康 而且氣色也好 氣色好 看得出來你精神很好 謝謝 對 那你們跟太太想生小孩嗎 就是我太太 她已經默默都盤算好 這些事情 就等我的基因 還有準備好 準備她進行一個愛的 愛的一發這樣子 對 就是現在我還是緊張 因為你說 那個帶著小孩 一起去露營 我現在就是觀察到 很多長輩 還有婆婆照顧四個孫子 弄到全身皮舌 我就好奇說 到底休閒跟小朋友 這個東西的平衡點在哪裡 我現在也還在觀察 還在學習 這個就是 所以你是想要有小孩的 我還在觀察 因為我想說假如是我自己 長大的這個一路以來 對我爸媽造成的麻煩 然後我覺得 真的我爸媽養我真的辛苦 你惹過什麼麻煩 就是書認真念 也念得不怎麼樣 然後到最後 大學去念航海系 結果跑去做喜劇演員 就是都在走一些分岔路 然後到最後我爸媽也是 就是默默地忍受我很多事情 這樣子 就覺得照顧小孩是一條不歸路 然後要充滿滿滿的矮 那太太跟你年紀差不多 有去動軟嗎 已經動軟了 動軟啦 對 動軟 動軟不便宜耶 對 多少錢 好像前前後也差不多二十 二十幾 那動幾顆 他一共要取十顆 那第一次取軟 只取到七顆還八顆健康的 動了兩次 所以才開始營養學 調整身體 因為發現他的軟脂狀況 已經根本不是讓他身體 衰老的速度這樣 愛的一方還沒來 就是等我準備好 休息一下 謝謝 好 不過老實講 現在年輕人啊 第一個要結婚就不錯了 第二個是要生小孩那就更好 如果能夠生兩個以上 哎呦 拜提拜提 把他獎牌了這樣子 把他獎牌了 對 那個生長爸爸媽媽會催嗎 因為我哥哥他算是非常傑出 他就是在準時準點的時候 符合社會期待 還有家族的期待 生出了一個女兒 就是今孫 一個女兒 一個一個 所以現在說我爸媽的專注力 照顧那個小孩 然後我哥哥也把 偶爾把這個小孩 拖嬰回去給我爸媽 我爸媽對我的炮火 就瞬間就大為減弱 他們照顧小孩 哇 真的有點辛苦 生長你也是考慮一下 你的工作好像有時候 也是滿起起落落的 你可以慢慢評估一下這樣子 對 所以有轉移焦點 轉移得滿成功的 過時都好 那你累了 是 真的耶 跟小朋友玩 已經我哥哥的小孩 已經非常可愛 跟他連續玩兩個小時 飛高高 隔天我肩膀也動不太了 我覺得飛高高 小小一隻這樣飛 飛個三五次 真的會五十肩 對 很辛苦 就 他要飛高高 你又捨不得不幫他抱起來 一定要飛高高 對 當著他眼睛那個充滿期待 這樣看著你飛高高 然後你飛不起來 那是一件多羞辱人的事 怎麼可能飛不起來 一定飛給他看 聽說你這一次這個 顏面神經麻痺 跟家人的關係也變得更好 是 就是 我也會好好的就是 跟我爸媽講一下 這個健康的狀態 然後跟他分享一下 我現在的飲食習慣 然後也發現我爸媽真的 他們默默地承受了很多壓力 看我在那邊胡作非為 買一些高單價的東西 他們都這樣忍著 我說其實有時候 你們如果真的想罵我 你是可以罵出來 對 就是適時的要紓壓 不要就是 因為你是我爸媽 你就一直忍著 隱忍 他們隱忍 那你感受到他們的不滿 就是他們 我爸爸就是有時候 因為我走演藝圈 真的也是載服載成的一個行業 就是你錄影結束 有可能就是失業嘛 那他也是 通常比較保守的家庭 就是說你走這一行 就是不行嘛 可是我爸媽對我的容忍 就是在門口 頂多就是貼一個求職資訊 一些符合我年紀 勞力啊 還有什麼東西 可以做的一些求職 除此之外 他們就沒有再勸我 轉行或者是什麼 然後夜深人靜 還會偶爾幫我衝一下 那個點擊率 看一下我的演出 然後還會偶爾笑出聲音這樣 我會覺得他們好偉大 就是默默地愛 父母真的 真的好不起 那個求職是貼在你門口嗎 貼在我一定會 一定會接觸到的 電燈開關的正下方 上下左右貼滿這樣 有的還貼到第二層 第三張便利貼 水管啊 什麼什麼 無話無話 就叫我去學 那是什麼樣的工作 遺技之長 就是還有一些什麼 理髮師的什麼 什麼祭司啊 你去當學徒啊什麼 就是都是一些相關 他們一想好後路就對了 是都是可以長長久久 然後技術可以帶著走的資料 他們都評估過了 對 航 你是讀航海系呢 航海系 對啊 你可以去 後來當大副啊 當船長 是 我朋友就是去嘛 後來他們發現有一些 他說這個是鐵飯碗 然後你每個月 像我們畢業 可能二十幾歲出頭 每個月可以拿到十三萬 對 協計萬 起薪喔 十三萬 那大家覺得是不是 這輩子就穩了 就是老婆也可以娶了 小孩也可以生了 房子也可以買了什麼 那這樣人生突然就解鎖了 那這樣子人生還有什麼意思 對我來說啦 我喜歡就是搞不清楚說 接下來明天要幹嘛 宰夫宰成比較適合我 這種感覺 有啊 在床上就是宰夫宰成 也是宰夫宰成 但是他跟我講一件事情 就是他發現他的小孩 是跳著長 就是今天一看 一個月大 下次回程已經經過兩個月 一個月變三個月 然後小朋友看到爸爸 像看到陌生人一樣 就錯過很多親子間的關係 然後也錯過很多家人的相處 然後還有發生就是 才剛出海 結果家人就病倒了 然後就整個航程很焦急 然後也沒有辦法回去探親 這些事情都是後來我就 後來決定沒有跑船的原因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更多 你可以問問迪志偉 因為他爸爸就是跑船的 是 對 那後來護子好像不親了 對不對 有可能會不親 有可能 不過收入是不錯的 是 但是離家有時候有可能 三個月有可能是半個 是 就看你的航程跟航期 對 自己安排 然後回來 後來小威就說媽媽 叔叔來了 再加一句跟昨天的不一樣